直升机无人机全部出动 加上百位远警在柏林以南三座城市展开地毯式搜索 当地星期四凌晨有民众发现 好像是一头狮子正在攻击株枝 随手拍下画面在通报警察 经过分析确认是一头母狮 但离奇的是没人知道这头母狮子从哪里来的 警方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呼吁民众不要随意外出 还要把宠物留在室内 但当地居民却是一点都不紧张 虽然警方扩大搜索范围 专家还是提醒万一真的不幸遇到母狮 前往不要跑 要站在原地保持不动 避免直视动物眼睛就会有很大几率 让动物对你失去兴趣 进而保住小命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